敬爱的各位法师,敬爱的各位年有大德, 我们一起来,三称佛号, 那么阿弥陀佛,那么阿弥陀佛, 请分开法本二十六月第三段,也就是第六行, 我来念一句,大家对一对,乃至第十八念佛往生愿者, 我们今天从这里讲起, 这一章是本愿章,由于阿弥陀佛为我们发下了四十八大愿, 其中第十八愿是,愿佛往生愿,一切众生愿生极乐世界, 而一向专念弥陀名号,就是正定之愿,必得往生, 这就是四十八愿中的根本愿。 有了这一愿,因此一切众生,只要信受弥陀本愿, 一心成名,就必定往生。 而这个能救度我们离开六道轮回,而往生极乐世界的无上圣庙法门。 法障菩萨是如何创立出来的呢? 答案是选择出来的。 是法障菩萨对一切佛国土的往生行, 历经五级的考察,比较,思维,选择,精挑细选, 最终才决定以,称明念佛为往生之行的。 请看第三段,乃至第十八念佛往生愿者, 从前面,第一愿无三恶趣愿。 第二愿不更恶趣愿。 第三愿西街金色愿。 第四愿无有好处愿。 每一愿都是法障菩萨, 经过五节的考察比较思维, 而后纠细地选择摄取而成立的。 四十八愿中啊,每一愿都是如此。 当然,第十八愿根本愿也不例外。 所以,孝文说啊,于比诸佛土中, 或有以不思为往生行之土, 或有以慈戒为往生行之土, 或有以忍入为往生行之土, 或有以精进为往生行之土, 或有以破肉,就是信第一愿等为往生行之土。 以上呢,就是六度,菩萨六度。 不思直戒,忍辱,精进,禅定,破肉。 也就是说呢,观察到佛国土中啊, 有这六度中的任何一度的修行, 而可以往生, 而可以往生某个佛国土。 一种修行,那可以往生, 当然是修行成功, 可以往生呢,其中一个佛国土。 这就是以六度为往生行。 以下说, 或有以菩提心为往生行之土, 或有以六念为往生行之土。 除此之外呢, 以发菩提心, 真正发出菩提心呢, 才能往生那个佛国土。 还有呢, 以六念,就是念佛,念法,念生, 诗,念戒,念天。 这个天就是等觉菩萨的功德, 不是天上的天。 有的是以六念, 以修成功了, 会往生那个国土。 或有以, 持间为往生行之土。 就是专门持哪一些经典, 读读, 解义, 立行, 为人解说, 成就了, 可以往生那个土。 或有以, 持咒为往生行之土。 而佛国度, 专门持咒成就, 三密相应, 才可以往生。 或有以, 其立塔像, 凡是沙门, 即以, 受仰父母, 奉仕师长等种种之刑, 各为往生行之國土。 也有的呢, 活国呢, 以其一塔像, 供养出家人, 饮食, 就是供生, 或者呢, 受仰父母, 奉仕师长等, 持善烈, 作为往生的条件。 或者其中一项 就可以往生一个国土 或有专称其国佛名为往生行之土 也有专门称了那个佛国土的 佛的名号 而作为往生行之土 这个就有点像我们极乐世界了 我们再看二十六月的 最后一行的最后一句 如此一行配一佛土者 且是一往之一也 就像这样呢 我们以上所说的是 一种的修行成就 可以往生一个佛国土 这是一般前面从前的人 是这样的来说法 再往论之啊 其意不定 如果再进一步讲呢 那就不一定这样的 他举例再讲 如果有一佛土中 以多行为往生行之土 有的佛国度呢 不是你修行一种成就就能够往生 你要修行多种的 这个修行成就 才能够往生一个佛国土 或有多佛土中 以一行通为一行通为往生行之土 也有呢 好几个佛国土中呢 同样 用一种修行法 以修成功呢 都可以去 那几个佛国土 你要选一个 也就是说呢 多个佛国土 以同样一种修行都可以去 下面说 如是往生之行 种种不同 不可拒束也 就像以上所说的 各种佛土呢 往生之行 有种种不同啊 但是这个宇宙之间的佛国度呢 太多太多 无量无边 所以这个修行的法门 也就无量无边啊 这个是无法呢 一一解说了 下面说 极尽寻舍 前布施慈戒 乃至效应父母等修行 我们现在以阿弥陀佛基督 净土来讲的话 法上菩萨呢 不选择前面所说的一切的 六度也好啦 试色法也好啦 慈善也好啦 种种的功德 经验善物也好啦 不选这个 作为往生极乐的条件 而选取专称佛号 故于选择 而法上菩萨呢 他只选呢 专称弥陀名号 作为往生极乐的 唯一条件 所以 这个叫做选择 就是选舍其他的一切 舍弃 直取摄取呢 面佛 拿摩阿弥陀佛名号的 去往生 所以叫做选择 下面呢 27月的 第五行 其余五院 略论选择 其意如是 至于之愿 准是拥击 就是说前面一大段呢 就是 就第一院到第四院 四个院 以及加上第十八院 总共五个院 一律的 来说明法上菩萨的 四十八院 每一院都是这样选择 适取而创立的 都是一样的 所以说准是有之 那以下法上上人 就设了一个问答 来说明 专持弥陀名号的 殊胜之处 27月的第六行 问曰 普曰诸愿 选舍出恶 而选取善妙 其理可然 说呢 四十八院中 每一院都是在 一切佛祖中 选取 美妙的 最上的 最妙的 而舍掉呢 比较粗 比较恶的 不美好的 舍性 不管是正报 医报 身心 世界 都留下美好的 都呢 舍掉那些 粗恶的 这个道理呢 是可以理解的 下面说 何故 第十八院 玄舍一切诸行 为偏选取 念佛一行 为往生 本怨夫 既然前面的选择 是这样的 那么为什么 第十八院呢 却舍掉 一切诸行 前面所说的 一切的一切呢 好的坏的啦 比较好 比较差的啦 一看 不采取 只偏偏啦 是唯一的 专选取 弥陀名号 这是专有的 其他没有的 为什么呢 为什么这样选 答曰 圣一难测啊 不能责解 说呢 这是大圣啊 法杖菩萨 阿弥陀佛 所选的 专选弥陀名号 我们 绝对不能透彻了解这个道理 连猜测也猜测不到啊 下面说 虽然 今事与二意解之 虽然是这样啊 但是呢 既然有这个疑问啊 那只好呢 我法然啊 以我的了解 分两方面来解答 一则胜烈意 二则难意 第一个理由是 啊 选取这个迷陀名号 是最殊胜的 其他的一切一切的行闻 都是比较低劣的 啊 没得比 第二个理由呢 是呢 其他的各种行闻 虽然殊胜 但是 非常难以圆满 很难修 很难成功 而 持迷陀名号呢 非常非常之容易 而且 很容易成功 因为有迷陀愿力的设斥 这叫那利 下面27月导述第三行 出 胜略者 第一个理由 是 迷陀胜号 殊胜 其他一切诸行 是 低劣的 念佛是胜 理性是劣 所以走和 就是说呢 念佛是最为殊胜 他的功德 是没有任何一项功德可以比 其他一切的行闻呢 那跟南无阿弥陀佛是比啊 都是低劣的 所以之后 为什么呢 名号者 是万德之所归也 说名号啊 阿弥陀佛的名号 啊 所谓 阿日十方三世佛 密日一切诸古色 佛日 一切之圣 一切之 法门呢 所以三日之中 是具足 也就是说呢 弥陀名号本身啊 就具足一切一切的 所有的功德 万德专业 下面说 然者 弥陀一佛 所有 四智 三身 十利 四五位 等 一切 内政功德 向好 光明 说法 立身 等 一切 外用 功德 皆惜 设在 阿弥陀佛 名号之中 他说呢 光这六个字 南无阿弥陀佛 那么 把阿弥陀佛的 所有的万德专业 所谓呢 四智 三身 十利 四五位 这一些呢 内政的 最殊胜的功德 以及 他外宪的 外用的 度众生的 一切呢 向好光明 说法 利益众生 等 无量无边的 外用的功德 这全部呢 含荣在 这一句 南无阿弥陀佛的 名号之中 一点都不漏了 是 顾名号功德 最为胜 因此呢 就可见了 这名号 南无阿弥陀佛这六个字的功德 是 无比殊胜 没有比这个殊胜的 阿弥陀佛 于行不然啊 其他一切行门的功德 就差远啊 远远比不上啊 各手一语啊 其他一切行门功德 都只是呢 万德庄严之中的 一小部分 或是一部分而已 事以为例 所以呢 跟念佛比较 那就低劣就多了 我们看二十八月 第二行 下面就是举例 譬如世间 黄色 明智之中 色 栋梁 钻柱等 一切加剧 而栋梁 等 一一明智中 不能色 一切 也是明智 为了使我们了解 弥陀名号的不可思议功德 他说呢 我们世间人讲啊 房屋 房舍 啊 说一间房子 房屋 一个房舍 那这个房屋 房舍 这个名字之中呢 就把房子的主要结构 主体 动梁啊 转柱啊 这些包含在里面啊 还有呢 屋子里面的 内内外外的装房设备啊 以及一切呢 用用的家具呢 也都包含在这一具 房屋 房舍里面啊 但是反过来呢 房屋的主体结构 动梁啊 转柱啊 等等 还有呢 这个装房设备啊 以及一切家具啊 这一一名字中呢 都不能含色 整个房子的一切 都只能代表 他各自的 形态啊 功能啊 以示应之啊 也就是说房舍 是房子代表一切 这个房子的所有 练练外外 主体结构 装房等 那这些主体结构啊 或是装房啊 家具啊 任何一项 都不能代表 整个房舍 是这个意思 然者 佛名号功德 胜于一切功德 可见呢 佛名号 也就是代表 佛的 显现出佛的 一切的 内外的功德 啊 所以呢 就胜过 其他 其余一切功德了 故 舍略取胜 因此呢 就舍掉 其他 修行的法门 而呢 专选举呢 持弥陀名号的 殊胜功德 来作为呢 赐取往生的 本愿啊 赐 难易 下面这段文呢 我们 又留待了 下一周啊 我们再来 学习 接着呢 我们来讲一个 殊胜的 往生的 例子 啊 来增加我们 对 迷陀 救度 众生的 明号功德 增加 信心 那么在 2012年啊 9月17日啊 石家庄 就是 河北石家庄呢 西边的郊外 有一位叫做 史文静 历史的 史文章的 文静部的静 他很自在的 欲知实志 在自家房子里头呢 坐着 安然往生 几岁呢 97岁高粮啊 身体好好的 安然往生 那么呢 老人呢 一生啊 素食 没有结婚 年轻的时候呢 收养了三个儿女 大儿子 史明桃 二儿子 史明义 三女儿 史安平 那么 大儿子史明桃呢 有一个同事啊 叫做 兰字动 东西兰别的兰 志气的志 一动两动 皇子的动 兰字动 居士呢 他是呢 喜欢给人家助念 那么因为跟 大儿子史明桃 同事呢 曾经来拜访 史家 那么史文静 这个父亲呢 知道他在跟人家助念 所以他就跟他 请脱 所以临终的时候呢 请他来 帮自己助念 南居士呢 南 南自动居士呢 答应了 那么到了 二零一二年的九月十六 也就是往生前一天啊 南居士呢 他接到史明桃 电话 说父亲呢 到 明天啊 下午三点 啊 他一字十字 要走了 请他呢 来助念 那么南居士呢 马上动身 第二天 九月十七的中午 之前就赶到了 他们住次呢 是一间啊 木板平房啊 坐北朝南 房子的东边 也就是左手边 是一条河 西北角呢 是右手边的 后面一点点 老人种的 七八棵大树 每棵树下 都有一个十台子 那么房子的前面啊 还有两侧啊 有 一点二 五 啊 这个菜地 这个时候呢 四周呢 围满了人 那么南居士啊 人那么多 那像 史明桃呢 问一下父亲 史文俊的情况 他说老人现在 还在动呢 还在田里呢 刨地还在除 啊 除地啊 他见了一下 哎呦 这个老人啊 一点 都没有病啊 身体好得很 精神也好得很 啊 那么呢 但是 已经预知实至了 今天下午 三点 一定 就要走了 那么看到 南居士啊 这个老人啊 就要人群离开 啊 说你们如果要看 我们网上啊 去下午三点 猜猜看 啊 那时候呢 快中午了 这老人 97岁哦 还自己呢 去为大家做饭 那么 南居士一看啊 哎呦 这房子里头啊 哎 近几年啊 又缩养了 六个 人家丢弃的 弃儿啊 最小的五岁 最大的 十二岁 其中啊 还有两个是 智障儿童 以外呢 还有四条狗 游浪狗 与收容在这里 所以呢 在这个 阴暗潮湿的房子里头啊 生活了这么多的人 还有狗 那么总共十个人 四只狗呢 一起吃了这顿午餐以后 那么老人啊 提了一袋米到 河边啊 撒给 鱼吃啊 他说呢 我要把这个 鱼啊 鸟啊 这些朋友喂饱了 我才能走 啊 然后又到大树下呢 去把每一棵树旁的 这个石台纸上 都放满了大米 然后老人啊 请大家离开一下 房间啊 他要洗澡 要换衣服 那么在这段时间啊 两个兄弟啊 史明陶史明义啊 一直在打电话 催那个妹妹史安平 赶快回来 这个小妹妹 36岁 没有结婚 几天前啊 为了六个 弃儿的收养 跟父亲史文静 吵了一架 那么到了将近两点啊 老人收拾好了 啊 那么穿了呢 啊 满整洁 清洁 整齐的 这个衣服 但是补丁 大大小小 补了很多的补丁 老人家呢 就在屋子里头 坐在炕上 盘腿坐下来 那么 六个 收养的 小孩子啊 围坐 围坐在他们身边 四条狗呢 也分别趴在 老人周围的 四个方向 那这个图案 就很 殊胜啊 那人家呢 啊 就跟居士讲啊 在我前面那个 墙壁的 啊 墙根的这个台子上呢 第五个罐子 东西把它 拿出来 有一本存折 有三章 啊 防传证 有一封信 还有一份的 遗嘱 那存折上呢 有126万的人民币 老人就交代啦 所以一百万呢 平均分给六个 小孩子 啊 这个 一百万交给 大儿子 由他来抚养 这六个 弃儿 一直到成年 还有剩下 26万的现金呢 平均分给 两个 智障儿子 当然一百万 他们也有份啊 这里就格外 在增加分的 那三间房子呢 卖两间 也是给 这两个智障孩子 最后一套房子呢 就 租下来 出租呢 租金 也是给 这两个 智障的小孩 因为 他们没有一点 生活能力啊 啊 那就是 遗嘱啊 最后呢 交给 男居士 要给 他小女儿 一封信 老人就在 抗上啊 一直到了 这个 三点钟 过十分啊 老人说呢 哎呀 我等不到啦 我要走了 然后呢 就不再说话了 三点十五分 老人就 很静静的 安详的坐着 往生了 这个时候呢 奇怪的 奇妙的现象发生了 房子的西南角 这是右手边的 后面一点点 竟然 天空出现的 七道彩虹啊 你说 输胜不输胜 啊 那河里面的鱼呢 左手边的 河里面的鱼 全部都冒出出来 静静的 水泡 啊 这个摇动啊 但是 啊 完全没有动作 那这个 皇后呢 就是 啊 树上啊 都站满了 小鸟 一动不动 静静的站着 那么 这个旁边啊 来 看热闹的人 三点都来了 三点不到也来了 很热闹 每一个人啊 都在 啊 哲哲称奇啊 哎呀 还有这种死法呀 就很奇怪啊 坐着就走了 能不能拿起照相机啊 拿起手机啊 就摄影 但是 没有一个 能够 啊 能够照到呢 史文健 这个97岁老人啊 殊胜的 这个 啊 往生的神灵 尤其是其中有一个杀猪的 他呢 所造出来的镜头 全部 乌漆麻黑一片啊 连光都没有 他就知道啊 自己夜上深重 所以他就发誓 从当天开始 不要再动刀杀猪 如果自己呢 犯了这个机会的话 那 他杀猪的这个手 右手 自己会断掉 刀完这个事以后呢 再照 哇 真的 他照到了 史文健老人 庄严的坐像 还有 光辉灿烂的 这个 光影 充满了光芒 哎呀 小女儿啊 史安平 来三点四十五啊 才赶到家 那么男居士啊 就交给他信啊 那信上 写着什么呢 说呢 我最亲爱的女儿 安平 我等不到你了 我先走了 本来 在二十年前 我就应该做的 我可以做了 结果我猜 猜一句 就是老人在二十年前 七十七岁 或是七十五岁左右 就有资格往生了 念佛已经圆满成功了 但那时呢 你还怜幼 我放心不下 二十几年前啊 啊 这个史安平呢 这个女儿 才十几岁 所以呢 他说他放心不下 所以呢 又为你 多佛了 二十年啊 这个多佛的二十年 就在沙浦啊 多受苦二十年啊 为了慈悲这个女儿啊 即使说呢 你为了六个小孩的事 跟我争执 这女儿不同意 接着说呢 请你记住 他们的现在 这是你的择天啊 你的现在 这是他们的明天 人起好心 天必又知 希望你 在有生之年呢 好好尽自己所能 好好为众生服务 那么女儿史安平呢 看了这个信啊 痛哭不已啊 来到父亲的面前啊 叩头有许 他在老父亲的遗体之前呢 跪着发誓 我 史安平 有生之年 如果有机缘成家的话 就一定抚养 这六个孩子 直到成年 如果今生呢 无缘成家 那就一定出家 来度众生啊 这个就是 啊 关于史文静 老人啊 接受 弥陀救度 一心念佛 得到圆满成功 这个例子 那么 今天呢 就讲到这里 今天的内容 是 阿弥陀佛选择 功德 无比殊胜的 词明念佛 作为救度一切众生的 本愿 我们应该 依教奉行啊 谢谢大家收听 请大家一起 来参称弥陀圣号 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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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星期四 再会